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江五湖 处处江湖 这是一堂武侠文化的课 将会告诉你 你我心目中长存的侠客 是如何寻术而成的 也将会让你知道 从古到今 历史上曾经出过 多少慷慨豪俊的侠客 有多少至今 仍让人津津乐道的 侠义与武侠作品 更会引导你 可以从怎样的角度 进一步窥探这样的一个江湖世界 分析其中每一个值得关注的论题 当然更少不了会教导你 如何从现代人的角度 对其中处处透显的峡谷 处处缠绵着柔情的武侠世界 做理性而又充满感性的诠释及体会 武侠是千古文人的梦想 这一堂课将告诉你 这个元气凌凌的虚拟实境 是如何构筑而成的 我会告诉你 为何这样的一个世界 会让千古以来的文人读者 如此的憧憬与向往 每一个人身心中都有一个江湖 你的江湖是什么 是环珠楼主虚幻缥缥的奇幻世界 是王杜如情义缠结的儿女情长 是金庸慷慨壮烈的侠之大哲 是古龙生死已知的自我写照 还是你自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相像江湖 武侠是作者的 更是读者的 是文学的 是社会的 也是文化的 这堂课将会带领你 悠游于文学之美 关注于社会之道 更探索出传统文化 对你我的深刻影响 武侠是个传奇 探阅过这成蝶厚重的武侠历史 你也将会是个传奇 因为每个人都自有其一段 属于自己的传奇 欢迎大家一起来选修 由我开设的武侠小说《盖伦记》